进入今晚关注 来信来访电话网络 这是纪检监察机关受理群众信访举报的主要渠道 刚刚上线的中央纪委新版网站和手机客户端 连续两天刊登13张图片 邀请公众近距离的感受 信访室是如何受理举报的 在这张图片中 从全国各地纪网中纪委的信件 整包运送到信访室 并依据省份进行分检 随后工作人员戴着口罩手套 使用裁切机器将信件拆封取出举报信 接着信访室工作人员开始阅读 以分类好的拆封信件 并根据举报信内容做出相应处理 符合中纪委受理范围的信件会进入后续程序 而不符合的则根据举报内容 被转往其他相关部门 举报信数量多内容杂 如何确保每一封信都受到妥善处理呢 秘密武器就是调刑码 每一封来到中纪委的信件 都会拥有属于自己的调刑码 工作人员通过扫描代码信息 将举报内容录入电脑储存 这样追踪信件处理就方便多了 扫码后被中纪委受理的举报信 将会被分类办理 并采取实地督办 电话督办 发函督办 汇报督办等形式进行督促检查 最后承办的纪检检查机关 还需向实名举报人反馈处理结果 今天中纪委又通过图片 披露了来访接待大厅 受理来访举报的更多细节 比如接待大厅会以分窗口 分地域 排号的方式受理来访举报 还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帮助来访群众 在此我们来回顾一下中纪委受理举报的四种方式 第一种现场举报 地址是北京市西城区永定门内西街甲二号 第二种信函举报 信可以寄到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南街甲二号 中央纪委监察部举报中心 邮编是100053 第三种电话举报 您可以拨打01012388 第四种网络举报 网站地址是3w.12388.gov.cn 第四种信息